明星本人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代表作竟然被阴痴给带火了 前两天周传雄特地在演唱会上 感谢了孟子一的阴痴翻唱 原来是因为孟姐在节目中对周深接近开卖 解决清唱直接把周深给听懵了 我真没听过我听到还蛮少的 出传雄的歌 我听过周深天老师挺多可别的 这是他最出名的歌 你 我 冬天的秘密 我真没听过 如果你说我真的爱你 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 人家是如果我说真的爱你 你听过这个歌啊 没听过啊 那你怎么会唱 现学的 你好厉害啊 你这声音 还记得戴菲尼五年前脸都是收住的 但是我也蛮惊讶我怎么会做出那个表情 你要我在做这个事我还是做不出来 就半边抽搐这样 但这魔性的一唱 却让戴菲尼在大陆打响了知名度 如今在她努力打牌子下 飞翔哥终于不跑掉了 你为什么要做第一台 不会是那个大招了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 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手按着对方 从来还是是那样 明知中就算千块 淘哲的转业一般人差不多明白 普通人唱跑掉更是成事 但淘哲不愧是专业的 我第一次知道绝对音准是这么用的 OK 1 2 3 哇 天在下雨 哇 天在下雨 哇 天在下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歌手们被嘉宾撒场子之后 现场到底有多嗨 还记得吴白老哥去给王心灵当嘉宾的时候 直接开启了控场模式 唱跳喊麦是一会儿都不闲着 但回到自己的主场时 却被沐文蔚一个动作封印在原地 别说大叔控制不住 就连隔着屏幕的我看了也得悄悄舞起了眼睛 哇 你要看清楚我今天的这个打扮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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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说话了 那我来说 大家好 我是梦文蔚 我今天漂亮了 呦 你没看到 要再来一次吗 我私人给你看一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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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杰在邀请演唱会嘉宾这一块 决定是摇摇领先 粉丝们换一张票前看两个人的演唱会 我真的嫉妒了 第一位周杰伦 让我欢迎周杰伦 第二位邓子熙 在短视频平台突破600万点赞的这首手心的蔷薇 时隔九年终于等来了同台合唱吧 第三位韩红 未云之下唯一的现场版 也同样是出现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 周杰不仅对粉丝们来说是一场梦幻联斗 就连周杰本人都说这是她的圆梦现场 你以为听我的歌长大了 对当然 大家是不是听见这个歌长大了 周杰 他有特别特别像天籁般的嗓音 他说孤单的脑 新年创造不发 心里过着光 女人主杰不发 心里过情不老 带那些梦展出远方 第五位容祖儿 修炼爱情这一开口 炸裂神级现场又诞生了 修炼爱情的悲欢 我们全是努力不自担 外的绿色泪水 是一种最勇敢 几月前的幻想 几月后的月亮 为你尝尝去 平时爱说爱闹的五月天 面对女王蔡依林也会败下阵来 真没想到温柔大方的蔡依林 在台上竟然这么敢说 你们之前可能就是看我穿比较漏吧 对吧 那你有看到我的胯下吗 什么啊 你会高刹 高刹 我现在流行看我的胯骨 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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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下 我整个CAM掉了 整个CAM掉了 这次真的惊吓结束 我们现在都不敢往这边看 有一次就是我到那个小剧带 我们到小剧带那个当Jolene的嘉宾 对 对啊 然后 然后你只看着我的奶罩 喂 喂 喂 现在有一个困扰啊 就是 我眼睛不知道要放哪里 你眼睛 我眼睛在这里吗 但是我视野比较宽松 所以有点害羞 五月天被女王大人狂料之后 生化卡片就算了 没想到转身 就被周杰伦抢了场子 你别看周董现在抢别人场子 这么游刃有余 自己曾经也是被嘉宾坑过的 早在08年新加坡的延长会上 就被女伴男专的嘉宾追得蛮长胖 吓得他只会受理的双结果 你以为的杨承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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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送你与部落的想念 记住代表爱的明星片 实际上的蔡依林 实际上的蔡依林 预想起来的风格 张幻 角度 要夹入领事 即使他们在表演中 留各种高空杂技 却依旧稳稳发挥 但其实这并不是徐佳英的经典名场面 她曾经在超级星光大道第三届的决赛时 唱跳了香水才成了上市黑历史 不但被周深在节目中当中模仿过 就连丈夫也直接问徐佳英 怀语乐台唱跳女歌手这个梗 到底是怎么来的 可是演唱会拼命努力的歌手 却最怕遇到这样的棒舞 自己拼命整活却永远被抢戏 李宇春上一秒还在和粉丝深情互动 下一秒就被 爱我的情趣上 魏晨被棒无下的原厉害妈 下一秒连腿也不自觉地夹紧了 我的妈呀 虽然这段凉凉的合唱很不错 那我的注意力却一直被树上 则挂东南枝的万物 神神奇异 咱们就是说 大家为了镜头又这么拼吗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被笑出鹅叫的名场面吧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